欢迎来到旅游耳语频道 日本是一个饮食文化丰富的国家 当地的菜肴种类繁多 反映了它的历史和地理 从寿司到拉面 日本的美食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摆盘而闻名于世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探索一些您在访问日本时必须尝试的最好的当地菜肴 寿司 寿司是日本最著名的菜肴之一 是到访该国时必尝的美食 它由一口大小的醋饭和生的或煮熟的海鲜或其他配料如鸡蛋或蔬菜组成 最常见的寿司类型包括Nijiri手鸭、Mokki菌和Taymokki手卷 一些品尝寿司的最佳地点包括东京的驻地鱼市场和京都的寿司处中村 拉面 拉面是日本料理的主食 是一道丰盛的汤菜 通常由猪肉或鸡汤中的面条和猪肉片 竹笋和半熟鸡蛋等焦头组成 面条可细可粗 汤汁可加酱油 微蹭或盐调味 一些尝试拉面的最佳地点包括东京的义兰和京都的义丰堂 天妇罗 天妇罗是一种由面糊和油炸的海鲜或蔬菜组成的菜肴 面糊通常由面粉、鸡蛋和冷水制成 质地轻盈酥脆 天妇罗通常作为开胃菜或配菜 最好与酱油和萝卜泥制成的蘸酱一起享用 尝试天妇罗的一些最佳地点包括东京的天妇罗和京都的天妇企 玉好烧 玉好烧是一种美味的煎饼 是日本流行的街头食品 它由面粉、鸡蛋、切碎的卷心菜和其他成分如肉类、海鲜或蔬菜制成的面糊制成 它通常淋上玉好烧酱、蛋黄酱和干煎鱼片 尝试玉好烧的一些最佳地点包括大阪的美京农和东京的kiji、抹茶甜点 抹茶是一种粉末状的绿茶 是日本甜点中很受欢迎的成分 抹茶甜点种类繁多 从和果子等传统甜点到抹茶冰淇淋和抹茶芝士蛋糕等现代甜点应有尽有 一些品尝抹茶甜点的最佳地点包括京都的Suiere和东京的Nanaya 总之,日本的美食多样、美味 是其文化和历史的真实反应 无论您是美食家还是只想探索当地风味 一定要尝试这些经典菜肴 体验日本所能提供的最佳美食